中国南平半决赛的对手是中道主英格兰队 首场双打 马龙搭档许新 以3比0速胜英格兰的金格霍尔和沃克组合 三局只让对手拿到了13分 6度征战团体世界杯的马龙出战第三场单打 凭借多变的打法 马龙以11比5 11比1和11比2 三局横扫沃克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中国队最终大比分3比0战胜英格兰队 晋级男团决赛 我跟沃克从来没有打过比赛 然后今天第一次打 我觉得自己的发挥也超出自己的想象 另一方面第二场 其实樊振东跟那个皮切福德的比赛 我觉得也非常关键嘛 然后赢完以后让我心态更好一些 另外一场男团半决赛 日本队3比2险胜韩国队禁忌决赛